接下来呢就是要先讲短期记忆里面的一个过去的研究 叫做repeat to remember 那一开始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课堂名调 这个课堂名调是有答案的 我们今天的课堂名调有些有答案有些没答案 这个是有答案的 就是问大家呢 也就是我们第一周的时候问大家的这个起初设计 就是人类的知识记忆 就是我们所谓的Semitic Memory 我们记住的这些所谓的知识 你学过的这些知识记忆 到底是出藏在大脑的什么地方 是海马回呢还是大脑皮质呢 还是大脑白质还是大脑深处的某一个地方 这是有答案的 然后大家先做一下这个课堂名调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问题呢 要看你怎么问 就是大脑的记忆到底在哪里的话呢 这个答案就很多 可是大脑的知识记忆的话呢 是在大脑的皮质的这个地方 但是很多人会回答海马回 是因为海马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海马回主要是要形成长期记忆过程 必经之路 但是呢最终的储藏地方呢 其实是在大脑的皮质 那我这边在这个脑的上面呢 还写到了文状体啊 性能和小脑 这些都跟我们其他 待会要讲到的其他记忆形式有关 所以大脑里面呢 跟记忆有关的脑区呢 大概是这几个脑区 我们待会会陆续的提到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如何储存并提取记忆 这是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知道呢 记忆区分成不同的种类 并由不同的脑部回路控制 就像我刚才前面那张谷告诉大家说 大脑里面呢有不同的脑区 有些脑区呢可能是负责知识性的记忆 有些呢可能是负责程序性的记忆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不同的脑区 可以负责不同记忆 还有我们的自我认知跟记忆有关联吗 如果你只能够回想起人物或事件几秒钟 那无法从过去学习 那是不是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呢会讲到一个 对我们人类的记忆 或者是我们动物的记忆呢 非常重要的研究呢 就是有一位这个病人呢 他叫做HM 那他的这个代号呢 背后呢 其实他的真名呢 叫做Henry Morrison 就是Henry Morrison呢 他其实呢 是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可以把他的代号给relief出来 但是他过去的研究呢 过去我们对他的研究呢 让我们了解说 大脑里面的记忆呢 其实是分成不同的区域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我们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吗 是否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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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是否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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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了 他接下来 是否判断了 判断了 判断了 这个画面 是否判断了 判断了 他这次判断了 他在导简单 有问题 是否判断了 没有看得到 但是看得到 在写幕 但是看得到 是否判断了 是否判断了 不可判断了 但可否判断了 人家 像人家 普通常的 他在做了一天的試合,他的表現是完美的 他想說這應該是很難的,但他看起來很難的 他沒有記憶的記憶 他沒有記憶的記憶 他也沒有記憶的記憶 他也沒有記憶 他也沒有記憶 那是個真正的記憶 所以,HM可以記憶了 但他沒有記憶的記憶 OK,在這個影片當中 就是詳述了HM這個病人的Henry Morrison 他不可思議的一生 他對我們人類記憶有重要的貢獻 在影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HM他雖然沒有辦法記過 他剛剛講過的話 你跟他講話 完之後三分鐘你問他 你有沒有跟他講嗎? 他完全記不得 但是他也沒辦法閱讀過剛才的文字 看過剛才的照片 但是他的心智功能 剛才有講說 他可以crack joke 他可以了解你的笑話 他基本上 他的認知功能 IQ功能 是完全正常 如果你問他 剛才我們講的工作記憶的話 他也沒有問題 你問他小時候發生的事情 也完全正常 剛才在影片當中 按照鏡子的鏡像 去畫出這個心形 這種所謂的 Procedural Learning 就是學習 程序性的學習 動作的學習能力 也跟一般人完全正常 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由短期記憶 變成長期記憶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海馬尾切除之後 這個人 他就永遠沒有辦法 從此之後 沒辦法有長期記憶 但是他過去的長期記憶 小時候的記憶 還是存在的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長期記憶是處在大腦皮質 所以大腦皮質 如果沒有受損的話 他的長期記憶是存在的 那後來呢 當然就進一步的 除了HM這個病人之外呢 其他的病人也做相似的研究 就有這篇Paper 這是Larry Scott 這個Neal Cohen 跟Larry Scott 在1980年 是Science上面那篇Paper 這篇是被認為在Science 所有的Publication裡面 最重要的前十大Paper之一 這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你光看那個題目 就可以知道說呢 藉由研究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可以知道呢 如何將 Knowing How 就是我highlight的地方 Dissociate of Knowing How From Knowing Not Knowing Not 就是知道那是什麼 Knowing How 就是知道怎麼做 這兩件事情呢 一個叫做 我們上面寫的叫 Decorative Memory 就是乘述性的記憶 另外一個叫做 Procedural Memory 就是屬於程序性的記憶 下面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請這個病人 跟這個一般的受測者 去畫圖 就是我拿一個圖 讓他描繪的話呢 大家都畫的一樣 可是經過了十分鐘之後呢 我再叫你重複呢 去畫這個圖 印象來畫的話呢 Ctrl這組 就是C這張圖呢 下面這個病人 他正常的人呢 他畫的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不是perfect 但是基本上沒問題 可是RB 就是跟HN很相似的 他的海馬會被切除的話 那他十分鐘之後 你家要重新畫 他是畫不出來的 就表示他沒有辦法 從短期記憶呢 變成長期記憶 好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呢 其實就從這個 1950年代開始呢 我們針對HN病人的研究呢 我們對人類的記憶呢 就有了像現在我們在這個螢幕上的這個picture 就是我們可以把記憶呢 大致分為短期記憶跟長期記憶 在長期記憶裡面呢 又可以分成我剛剛講的 陳述性記憶就是decurative memory 跟另外一個叫做非陳述性記憶 在陳述記憶裡面呢 我們通常把它講成叫explicit memory 就是外顯記憶 那還可以再細分為episodic 就是所謂的情節記憶 就是有所謂的when,where跟what 就是你在哪裡跟誰做什麼的 這些所謂的情緒 情節相關的記憶 還有一種是所謂語意記憶 所謂語意記憶就是所謂的factor 就是一些事實 比如說台灣的最高山是哪一座山 中華民國總統是誰等等的 這些都是屬於語意式的記憶 那這些sematic memory呢 也是可以講得出來的 所以叫做陳述性記憶 那非陳述性記憶就是 你會騎腳踏車 然後呢你會彈鋼琴 這種都是屬於練習而來的 而且你一旦學會之後呢 基本上不會忘記 而且呢你也沒辦法告訴別人說 這到底怎麼做的 因為它是非陳述性的記憶 所以呢我們就大體上呢 把它分成兩類 而且我們從HM病人的例子 告訴我們說 陳述性記憶呢 是需要經過海馬匯 非陳述性記憶呢 是不需要經過海馬匯 所以呢 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解說 那接下來我要放這個BBC的影片 那這個BBC的影片呢 裡面要講的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類似HM的case 所以在剛才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John Fox呢 他的case呢 是因為他從小很小的時候呢 他的海馬匯就受損 所以他沒有辦法累積 形成長期記憶 所以他連兒子的記憶也沒有 跟剛才HM呢 是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才切除海馬匯的case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不過呢 這一類的故事呢 其實拍成了很多電影 但是呢 有一部電影是非常值得 推薦給大家看的 這不是一個大家常常會看到的電影 但如果你回去搜尋的話 如果你曾經看過這部電影 叫做《記憶拼圖》 叫《Momento》 它是一非常驚悚的電影 這電影的主角呢 就是因為他無法形成長期記憶 所以在一次的這個 這個謀殺的案件當中呢 他無法知道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經歷過呢 他怕他忘記 所以呢 他就把他刺青刺在他手上 然後最後他手上全部都刺青 然後是每一個事件的一些過程 然後最後透過這些方式呢 去找出這個兇手是誰 所以這是一個蠻驚悚的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看 在以往的課程當中 我都會在第11週的時候 我放這部影片給大家看 不過呢 因為這學期的第11週呢 剛好是運動會 所以我們沒有上課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看一部 比較符合現實的 真實的這個 這個神經科學的一部電影 而不像好萊塢電影 都是比較誇張的 甚至比較符合現狀的這個電影 那另外呢 我剛剛前面講說 所謂的乘數性記憶呢 又可以分成情節記憶 就是episotic memory 跟semantic memory 就是語意記憶 但後來研究也發現說 其實這兩個呢 也在稍微不一樣的腦區 這是1997年的一篇研究 這篇研究呢 他找了三個受射者 一個是在出生的時候呢 他的海馬回舊受射 另外一個是四歲 一個是九歲 可是呢 這些學生 這些小孩子呢 他還是可以上小學 他還是可以學習一般的 這個基本的 這些所謂的 課堂上的知識 只是他沒有辦法 有所謂的episotic memory 就是沒辦法記得 昨天跟誰在哪裡吃了什麼東西 這種事情他記不得 但是呢 他還是可以學習 台灣最高的山樹律山 這種知識 所以他在學校表現的 還差強人意 那從這個案例當中 就告訴我們說呢 大腦當中的這個所謂的 海馬回旁邊的一些結構呢 可能是跟所謂的 羽翼記憶有關 那海馬回本身呢 是跟情節記憶 就是episotic memory有關 所以這兩個還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就有一個卡通圖呢 就說貓呢 是只有羽翼記憶 沒有情節記 他只知道一些fact 但是那他不知道 這個之前所發生事情的 一些所謂的情節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一種說法 那至於貓是不是只有羽翼記憶 沒有情節記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說法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之前講到的 所謂的情節記憶跟羽翼記憶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段BBC影片呢 他就要講說 當一個人退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他會對於這個羽翼的理解呢 產生了一些困難 而產生了所謂我們的 所謂的叫羽翼痴呆症 所以在剛才的影片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Edward 他是羽翼痴呆症 很明顯的 他還是可以玩接龍 他的這個短期記憶都沒有問題 可是他對於某一些特定的 這個比如說圖案 比如說貓跟狗啊 以外的一些動物 他是無法編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記憶其實是非常非常unique 有一些特定的記憶呢 是在特定的腦區來處理的 記憶在還有一個幻痴尼的